大家好 今天来讲一讲维尼熊 也就是支那人的一尊领袖 维尼熊是五岳独立的好朋友 有人就说 维尼熊不是共产党的伟大领袖 为什么他会是五岳独立的好朋友呢 首先 维尼熊的利益 他并不与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派系利益一致 举个现实的例子 加哈马属于改革开放派系的利益集团 那么跪舔西方和平演变 英语五百级 Too young too simple 比起小学文化的维尼熊 那是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全球化或者干脆临家变卖中国 对哈马是有利的了 所以哈马要保持与西方的接触 比如996中国的菲拉人口 哈马可以从中获利很多嘛 而文尼呢 对他来说 他妈的脑子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怎么与西方接触啊 他川普是能听得懂 小池塘先翻疯狂宇宙吗 还是拜登能听得懂加油热干面 伟大的华盛顿将军或者是伟大的林肯总统 能扛200斤实力三路不换间的那个麦子吗 所以文尼熊与西方是没有交集的 如果继续保持与西方接触的路线的话 那么这不等于是让哈马帮的人架空自己吗 人家已经与西方接触了很久了 经营了十几年了 所有的代理人啊 匪迪啊全都是他们养护的 呃 文尼熊插得进一只脚吗 呃 所以文尼要搞闭关锁国其实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而并不是呃 因为什么独裁不独裁 更不是像什么很多民运人士所说的那样 是因为文尼熊 文尼熊一点都不纯 反而是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 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后 呃 文尼如果继续与西方接触的路线 那么显然他自己首先要完蛋 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被架空 做个名列上的一尊 然后下面什么事情都是有其他人 也就是说 改革开放接触派系的那些人去做 他自己就被架空啊 呃 比较坏的情况 当然是进行监狱什么的 比如 美国提出某个要求 然后改革开放派系的人把事情搞砸了 那怎么办呢 那随便找个找个借口 栽赃给维尼摸 呃 维尼背锅嘛 背锅 反正反正他也看不懂英文 是不是啊 什么事情 呃 就让维尼去背锅嘛 那 当然 维尼脑子很清楚啊 至少比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 那是不知清楚到哪里去了 他知道 他知道自己如果延续脑的路线 那自己就会淡淡不保啊 所以首先要在党内定一尊 那比起美国怎么怎么样的制裁啊 西方怎么怎么样的断交 呃 这些都不重要啊 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在党内被斗败 如果一尊大权在握 那最差最差 呃 也能至少也能当个驻马店皇帝吧 呃 十全在手啊 如果斗输了 那最好最好 也只能要求呃 清晨监狱里的盒饭多加一个鸡蛋 这两个选择 我相信 只要有小学文化啊 都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呃 那些海外的呃 民运人士哦 一天到晚嘲笑 我维尼小学博士 呃 其实他们自己连小学生的选择题都做不来啊 呃 然后 按照维尼定一尊的这个路线走下去 自然就是呃 呃 与西方脱钩嘛 那接下来自然就是呃 浅荒凉荒 接下来自然就是张献忠遍地跑 接下来自然就是 生长出类似军阀一样的人物 然后就是中国接替 冬拉一片混乱 所以所以维尼熊是吴越独立的好朋友啊 我们吴越二国者虽然要清算中国恐怖分子 身为中国恐怖分子头子的维尼熊 必然是逃不过吴越人的清算的 但是一码事归一码事 我们支持维尼定于一尊 定到无限期连任 定到天荒地老 好 好 感谢观看